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主愛唱國高盛 實在不能推測 不然像我這樣醉人 怎能滿庭言則 我住出了鐘家 拜我回來歸唐 我盡願一杯十字架 衷心一路跟湯 我盡貼下一切 為要得著幾度 神也四也萬般不屑 又何時我回顧 我愛我的救助 我求祂的真實 為祂知故 愛一遍苦 利益變為損失 祢是我的安慰 我的恩主耶穌 祝你之外 在天何歸 在地何所愛慕 艱苦反對飄離 我盡意改不離 我盡意改不離 只求我主有祢愛情 讓我靈魂身體 我愛情 哈雷路亚 阿们 哈雷路亚 阿们 哈雷路亚 阿们 家伦们平安 早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指教我们怎样 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 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使我们找找保得你的慈爱 好 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我们一起来祷告 向你的天父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是的 求你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 主啊 以至于我们得着 从你得着那智慧的心 使我们保障你的慈爱 主啊 让我们在你的慈爱里面 欢呼喜乐 你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 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今天的进度来到了 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二到四十二节 每日言经事议的标题是 与犹太人的冲突 那我们来看看 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二到四十二节 这边说到 事件发生的内容大纲是这样的 耶稣如何面对犹太人的质疑挑战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回答所引发的争论 最后在即将遭遇犹太人暴力的攻击的时候 耶稣充容的从这些暴民中离开 以及耶稣离开后在约旦河外受到施洗约翰追随者的相信 我们来看一看犹太人对耶稣质疑争的是什么 第一个质疑争论是 你若是基督 我们来看看二十二到二十九节 首先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边说到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 是冬天的时候 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事件是发生在修殿节 地点是在圣殿里的所罗门廊下 修殿节是纪念犹太人马加比在主前一百六十五年 以武力重夺犹大帝必洁进圣殿 从此犹太人每年都均守修殿节 照着祝鹏节的方式欢庆八天 家家户户会点灯 以此修殿节又称为烛光节 当耶稣在所罗门廊下的行走的时候 遇到了犹太人 犹太人围着他 表达他们心里的犹豫不定 他们犹豫不定是因为他们心意 不肯接受和相信他的话 用许多的疑点来否定他说的真理 当我们在某一点上有很深的意识形态 或很强的自我价值观 我们就会变得很固执 完全听不进去别人的建议 有时候我们也像这些犹太人一样 心意固执 邪聪牧师说过 懒惰固执是没药医的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病入膏肓 属灵的重症病患 接着他们就提问 二十四节这边说 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 他们的问题显出他们的心 他们打从心底没有相信耶稣是基督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跟他们说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边说到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不信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 可以为我做见证 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耶稣直接点出他们的问题 第一个不信 第二个不是我的羊 耶稣过去用许多的神迹 来证明他的身份 在约翰福音四章 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证明他就是弥赛亚 在约翰福音九章 耶稣一号生来瞎眼的人 这么大的证据 犹太人却怎么样 视而不见 他们被罪所蒙蔽 听不进去耶稣所说的 看不见耶稣所行的 一再的拒绝 耶稣说不信的 就不是属他的羊 属他的羊并认得他的声音 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这边说到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接着耶稣用牧人与羊的比喻 来说明主与我们的关系 第一个关系 主认识我们 在二十七节他这边讲到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也认识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第二个关系是 主赐我们有声 在二十八节这边讲到 我又赐给他们有声 第三个关系 主保守我们永远不灭亡 二十八节这边讲到 他们永不灭亡 第四个关系是 主保证 谁也不能从他的手里把我们夺去 在二十八二十九节这边讲到 谁也不能从我们的手里把他们夺去 有一首诗歌歌词说到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 不止息的爱将我有报 天父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认识我们 接纳我们 罗马书八章五节这边说到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说到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尽的人不致灭亡 反得有生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 必且得得更丰盛 由此可以知道 天父是很宝贵 渴望争许与我们的关系 我们要如何来回应这样的关系 就是每天借着敬拜 读经 祷告 聆听 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让我们都可以经历到 枝纸连结葡萄树就多结果枝 进入约瑟知福的应许 我要说一个见证 有一次师母她跟我们分享 她因为搬迁的缘故 在时间管理上还在调整 以至于她灵修时间就有一点压缩 有一天她在灵修的时候 圣灵就问她说 你怎么都没有向我歌唱 我好喜欢听你的声音 师母好感动 她心里想 我的歌声不好 神居然喜欢我的歌声 师母就悔改 恢复在主面前 像孩子一般大声的歌唱敬拜 主认识师母的声音 师母也认得主的声音 因为我们都是主的羊 第二个质疑跟争论就是 我与父缘为一 这边从三十到三十九节 我们来看一下 三十到三十一节 我与父缘为一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 当耶稣回答 我与父缘为一的意思 就是我是基督 缘为一的意思是 父神和基督是一样的 虽然指的是他们有不同的位格 但本质和本性却是一体的 耶稣耻化一书更加激怒的犹太人 他们认为耶稣制称为神而亵渎了神 所以就准备用石头来要打死耶稣 这时候耶稣立马的反问他们说 在三十二节这边说 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 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 这里说许多的善事 原文主要指的是一般美好尊贵的善心 当然也就包括了医病感鬼的神经 耶稣做了这么多感动人心的善事 服侍有需要的人 他们既然不相信他是基督 甚至要用石头打他 于情于理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 他们对耶稣心存偏见 以耶稣为敌 不管耶稣做了什么善事 行了什么生意都是往来 简单的来说 在他们的心目中 耶稣不是他们想要的基督弥赛亚 接着三十三节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不是为了善事拿石头打你 而是你说了健忘的话 又为你这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犹太人终于说出他们心底的话 耶稣明明是一个人 却口出狂言说自己是神 他们不服气也不接受 耶稣是基督这个身份 因为他们把弥赛亚基督的观念 局限在自己有限的思维里 他们觉得至少要像大魏 有王者的风范 攻击显赫 虚心千朗 博学多才 善于施情 但在以赛亚书52章2到3节这边说到 他无家形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他无美貌使他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 经常忧患 他被藐视好像被人眼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耶稣的长相普通平凡 他没有显赫的家世 也没有尊贵的噱头 这样的耶稣不符合他们的期待 甚至超出他们思想上所能接受的范围 这些犹太人以貌取人的偏见思想 使他们错过了被救赎的机会 求神给我们属于的眼光 认出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 使我们可以脱离一切的罪恶捆绑 在基督里得着完完全全的自由 虽然这些犹太人这样的误解耶稣 但耶稣还是耐着性质 跟他们解释 在34到38节这边说到 耶稣说 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 我曾说你们是神吗 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 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 父所分别为圣 又拆到世间来的 他自称是神的儿子 你们还向他说这些健忘的话吗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 你们就不必信我 若我行了 你们重来不信我 也当信这些事 叫他们又知道又明白 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父里面 34节还有36节 耶稣是引用诗篇 他指出了以色列的君王和士师 也被称为神 以色列的领袖 只因为承受神的启示和旨意 而被神称为他们是神 那么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 又怎么能说是亵渎神呢 耶稣谴责他们 因为他是与父和儿为一的独生子 35节这边说到 经上的话不能废的 这话清楚的说出 圣经是神的话语 是完全的权威 是可以真实可靠的 所以在34到36节 这边耶稣用律法 圣经来证明他是神 接着在37节38节 耶稣以他所行的神迹 为他的身份做辩解 耶稣苦口婆心的 为犹太人心中的质疑争论 做了最详尽的解说 结果就是第40节这边讲到 他们又要拿他 这样的结局真是令人外省 他们失去了上好的福分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 属灵的眼瞎耳聋 永远的与神隔绝 因为他们的不幸 耶稣只好往约旦河的东边去 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 就住在那里传福音 就有许多人相信了耶稣 因此从这个事件的结局 我们来看 不同的人对耶稣的言行 有不同的回应 有的接受了 有的拒绝了 当然也有人是半信半疑的 你的回应选择将会带你 进入到永生或是永世 天堂或是地狱 求神给我们智慧 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得着永恒的盼望 我们一起来祷告 现在天父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真的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 主啊让我们看见你所行的 让我们就有一个相信 主啊让我们不要像犹太人一样 主啊存着悖逆顽耿的心 主啊不愿意接受你 以至于失去了这么上好的福分 主啊给我们 主啊从你来的启示 让我们都进到 主啊那个永生的里面 主啊进到那个永恒的盼望的里面 你带领我们 主啊因为我们是你的羊 主啊我们认得你的声音 你也认得我们的声音 主啊求你常常向我们说话 以至于我们就回转向你 主啊让我们常常在你的羊圈里面 主啊得着一切的饱足 主啊求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一生一世走在你的心意的里面 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妹阿妹 接着我们有一个医治的祝福要领到大家 我感受到今天神有这个医治 就是妇科方面的疾病 如果你有脂宫肌瘤的状况 或者是你有筋痛 或者在我们当中你有鼻竇炎 或者是你心脏有二肩半脱锤 或者现在你的肩颈酸痛 或者在我们当中 有你现在身体上有疾病的 你按手 你现在就按手在不舒服的位置 今天神的医治要领到你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现在所有按手的疾病疼痛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你完全离开 我奉耶稣的名 这些疾病的挟制 全是要完全的离开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命令医治的大能 触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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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使得你触摸每一个疾病的部位 主啊 使得主 你的钉横手触摸他们 主啊 他们要得着完全的医治 主啊 我们赞美你就在这时候 主啊 你已经行了的医治的神迹了 主啊 我们说我们要欢呼喜乐来赞美你 主啊 因为你的边上 我们得着完全的医治了 主啊 因为你是耶华拉法的神 你医治你的百姓 医治你的儿女们 主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 主啊 我们现在就要来宣告 我们全然健康了 我们脱离一切疾病的挟制了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